生活经验告诉我们,质量相同的物品体积越小,撞击时产生的压强越大,基于这个原理,前人发明了弓箭,同一件物品,速度越快,撞击时的破坏力越大,基于这个原理,前人发明了枪弹,我们不禁思考,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是光,光的体积也足够小,那它的破坏力应当很大才对。 可是,显然,我们每天都在接受光线的撞击,为什么却毫发无损呢? 首先,我们该弄清楚光的本质,光是一种电磁波,但组成光的基本粒子是光子,有成光量子,不可再分。 它是能量的一种传播形式,因为电子的移动才被释放出来。 在原子中,电子在原子的周围按照轨道运动,不同轨道上的电子有着不同大小的能量, 通常来说,有着更大能量的电子,可以在距离原子和更远的轨道上运动。 所以当电子从一个更低的轨道跳到一个更高的轨道,能量水平就增高。 反过来,当从更高的轨道跌落到更低的轨道里时,电子就会释放能量,而这些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。 所以一般情况下,光的产生大致分为两种方式。 原子核外的电子,自已受到外来能量刺激,而释放光子,或者电子从高能级跃迁到低能级,而主动发出光子。 1905年,爱因斯坦注意到,光同时具备波动性和粒子性,也就是后来高中物理课本中所说的玻璃二相性。 简单来说,就是光既能像波一样发生干涉和演射,也能像粒子一样直线传播和反射。 既然光子可以像粒子一样运动,那么它有质量吗? 根据德布洛伊方程和爱因斯坦智能方程,E等于HV等于MC平方,表示光子的能量,等于普朗克常数,乘以光子的频率,等于光子的质量,乘以光速的平方。 所以,只要知道光子的频率,就可以得到光子的质量。 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表示,有质量的物质,在无限接近光速的过程中,质量会变得无限大。 所以,我们所求得的值只是光子的运动质量,也称相对论质量。 如果我们要求一个物体的近质质量,就需要让它相对一个惯性系K近质,在惯性系K中测量得到的物体质量,就是它的近质质量。 对于其他任何有质量的例子来说,通过洛伦兹变换,都可以变换到一个近质的坐标系上去,但光子却没有自己的近质坐标系。 也就是说,不论如何变化,光速都是一个恒定的量。 这与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提到的情况是一致的。 在相对论中,光子不会静止,从而也就没有静止质量。 同时,我们也可以从狭义相对论反推。 质量膨胀效应告诉我们,一个有静止质量的物体,其运动速度不可能超过光速。 既然光子能以光速运动,也就意味着它没有静止质量,它的静止质量必须为零。 所以说,光子的速度再快,体积再小,没有质量的它也无法轻易穿过人体。 而且对于一般的可见光来说,它们也确实没有穿过人体,否则我们早就都是透明人了。 既然光子不能穿过人体,那单纯的撞击会对我们产生伤害吗? 会的,大家看是什么光。 光子的伤害不是来自于质量,而是来自于能量。 频率越高的光,蕴含的能量越大。 对人体来说,少量的能量可以弥补最深的需要,但是过多的能量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。 普通的可见光照在人体上,能量以热量的形式传递给我们,被人体吸收,我们会感到温暖、发热、甚至发烫。 但如果在烈日下长时间暴晒,则为因为吸收的能量过多而造成皮肤的损伤,出现发红灼痛的症状。 有时甚至起泡脱皮,最终皮肤变黑,或者形成晒斑。 而比可见光频率更高的紫外光能量更强,对于生物有强大的杀伤力。 因此人类常用紫外灯来对付难产的细菌、病毒。 晒太阳杀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比紫外光频率更高一些的X射线,携带的光子能量能比可见光的光子能量大几万至几十万倍,可以轻易穿过人体组织。 因此在医学上用X光来透射人体形成影像,用来辅助诊断,或者照射病灶,用于治疗。 但由于能量太大,所以照射到生物机体时,会让生物细胞受到抑制、破坏甚至坏死。 这使机体发生不同程度的生理、病理和生化等方面的改变,需要小心应用。 总而言之,光的速度虽然快,但可见光的光子无法穿过人体。 携带的能量一般也不足以对人类造成伤害,但是对紫外线X射线来说,它们的能量很大,对人体会造成一定的伤害。 但是,只要运用得到,也是可以造福人类的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收看。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,记得关注我们哦。